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军人已记录甘斯科和顿涅茨克军名已记录到大量传染病例 自2017年以来 美军事生物实验所在的乌克兰十二个州记录到数十例加甘疫情爆发 没有超过一万人感染过病毒 但大多数人患病原因未确定 基里洛夫表示 根据顿涅茨克卫生部门报告 2016年该地区图拉军病的发病率比2007年提高了9.5倍 图拉军可以被用作生物战中的致病病菌 感染者会出现高烧 浑身疼痛 腺体肿大和厌食困难等症状 北约一直将图拉军病毒视为一种优先生物事迹 美国防部9日曾在官方发布声明 承认过去20年资助了46个乌克兰生物设施 根据美国防部的说法 这46个乌生物设施包括实验室 卫生设施和疾病诊断机构 自3月开始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一系列简报 提供美国防部自主乌生物实验室的证据 阿慏 谢谢大家